你講好大聲喔 我的最愛不是就找那個嗎 不是不是我的最愛喔 我的最愛像IE不是我的最愛 然後郭口音跟那個火鍋叫書籤 你還有在用 有我們還在用那個西瓜 你有關注過人家嗎 蛤 不是不是你有關注過說 被你愛的人那些 以後你都有持續關愛他嗎 我們常用的會在書籤上面啊都會啊 就只有幾個常用的啊 但是你後宮加力三千啊 都沒有 你都沒有考慮過他有時候已經跑掉的你都不知道啊 我的最愛 你有沒有這個也愛那個也愛 啊這個不錯加到我的最愛 啊那個不錯加到我的最愛 最後就只跟他見過一次面 從此 掰掰 你的最愛有沒有整理資料講 沒有 沒有沒有的話 會跟桌面一樣會爆掉嘛 哈哈 會很長啊 所以我說你怎麼會還在用我的最愛 頂多有幾個網站也許你會用 對不對 因為比較常用的 其他沒有用的 你加那麼多最愛到最後 還是一個結果 不如問Google比較快 哈哈哈哈 有沒有這樣子 有對不對 而且有些網站你會重複加入 對 所以 你怎麼會那麼辛苦呢 我們有沒有比較好的整理方式 RSS就是一個好方法 齁那 我先問一下各位 我已經知道各位平常 首頁都設成Yahoo嘛 比較多對不對 好 Google也好 請問你 一開了電腦的瀏覽器之後 你平常會開幾個網頁 首頁打開嘛 對 好 看完新聞 你會做什麼 收個信 看個信 FB 總是要有信生活 再來 看了FB 一個Line 一個Line 有網頁版 好 還有沒有 那你 天幾下那麼多事 你覺得Yahoo都已經幫你收集到了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所以 某些你曾經愛過的網站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更新 你有沒有算過你我的最愛面 到底有多少網站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反正 啊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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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像佈地獄一樣 滾手滅掉 滾手滅掉 結果都沒有把他資源回收變黃金 這樣很可惜 所以 你會不會 假設你平常有關注十個網站好了 你會不會一打開電腦的瀏覽器 你就開十個頁面 我來檢查一下 欸 你們有沒有更新 你們有沒有更新 一個一個敲門問看看 不可能 對不對 那我給你看一下我的好不好 我平常開一個就好了 我就知道哪些網頁 我所關愛的有沒有更新 太久沒有更新的 我還可以查 可以知道說 是誰 已經沒有在經營了 哈哈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公開沒關係 所以我有錄影 看這裡 這個就是我的RSS閱讀器 其實以前Google有做 他叫做Google Reader 可是後來很可惜 他停止這個服務了 然後呢 接續他後面的大概有兩個還不錯的 那這個是比較接近他的那個概念的 他有免費的也有付費的 我目前是用免費方案而已 好你看 你知道我訂閱的多少嗎 不知道對不對 齁 我也沒有很清楚 但是我訂閱很多 你看我這邊有沒有很多網站 有對不對 你平常會不會特別這樣一個網站去看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大家那麼忙 所以呢 我平常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打開之後 現在又有一篇新文章進來了 我有沒有馬上知道 有啊 而且你來看一下 我怎麼知道文章來自哪裡 上面有沒有寫 我馬上就知道 喔原來 我關注的哪些網站又進來了 有沒有 所以 如果說 欸為什麼 你會發現 我為什麼要做一個小測驗 因為那些很多知識 除了我自己的 我自己貢獻的以外 別人貢獻的更多 對不對 我們只不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 真的啊 自己知道的 這麼小 但是呢 別人知道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利用這個方法 收集 是不是就比較快 如果我覺得喜歡的 欸比如說 Wibley 好我就可以 假設這個我喜歡 我就最簡單的 加個信號可以吧 所以以後我要找信號的文章在哪裡 如果你比較沒時間 我就會這樣子 所以你看我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標星標籤文章 所以 只要 點這裡 我可以確定一定是滿天星 因為只有星星才會出現啊 廢廢不會來 有沒有全部都是星星 對不對 這是 如果說啦 如果說你比較沒時間 至少你可以標星號 表示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比較重要一點的 你應該關注的 可以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 它也是照時間出去就可以標 而且其實左手邊這裡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不同的網站有沒有 或者是我自己指定的關鍵字 有哪幾個幾篇還沒有閱讀的 有沒有都在裡面 這樣了解嗎 那 當然 星星標久了 像我剛剛講的也會滿天星嘛 所以你這樣找之後你覺得還好不好找 這樣還是不行 對不對 只會信心不行 一定要還會一個東西 對 你要會歸納 所以平常 像我剛剛看到這個 因為我一看 我一定是有興趣我才訂閱嘛 對不對 我一看知道 這跟我平常上網頁會有相關的 我除了 因為有的 有的 它是提供你就是 這種所謂摘要式的 有的是提供全文 它這也不是有一個直接提供連結嗎 對不對 所以我看標題然後看大概的內容 我知道真是講什麼 那好 像這個跟我相關的 我就知道說我點進來 我會給它 你看網頁設計技巧有沒有 我會給它標籤 你不覺得 這個跟我們剛剛用Google Keep有點像嗎 我可以不見不見得是只能一個標籤 可以兩個標籤三個標籤都可以 那如果在 比如說我跟這裡 網 你看有沒有全部都出來 我曾經裡面有的標籤都出來 那萬一沒有的話怎麼樣 你就按Enter 它就自動把你這個標籤建起來 這樣清楚齁 所以Google Read的是像這樣用的 那麼 你如果弄好的 你看我把這裡打開 我的標籤這麼多個內 有沒有 但是你只要做一次就好 就這個標籤 我只要打過一次 它會記在裡面 當然你可以去做編輯 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我現在 老實講 我現在是不太擔心 上課找不到素材 只怕沒時間講完 老師你這個是從哪裡進入的 我先幫你寫完之後 你要愛才來 哈哈哈 不要 因為這個有個好處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因為是我自己訂閱的 所以一定是我自己個人的資料庫對不對 我把這個通通丟給你沒有用 因為這不是你的 不是你關注的 不是 我在我的Gmail 我在我的信箱裡面有做這個功能 嗯 信箱也是你自己的 沒錯 可是你 欸我問一下各位 你會不會訂閱電子報 很多 偶爾會訂閱嘛 對不對 很多也會 但是電子報久了 也會怎樣 也只不過是充其量 就是你的一封信而已 而且還會跟你平常工作混在一起的 請問你在信箱裡面要找真的好不好找 不好找 不好找啊 因為你 除非你有像剛剛講的標籤都有分類分好 好 那我信箱就有了 可是 待會再看 有機會再給你看信箱 那我們先看這裡 那你再往下走 如果我今天 我只想要看某一個標籤的 比如說 我今天想要特別幹跟3D店有關的 因為我曾經 有收集好了對不對 所以我一點 就全部都是跟3D店有關的 好 那因為內容我都看過了 所以更舊文章 有沒有全部都跟3D店有關的 這樣我要找會不會簡單一點 有嘛 當然你也可以用什麼 不要忘記了喔 上面這裡有關鍵字可以找喔 比如說我就記得我曾經看過哪一篇文章 那我就在這邊打關鍵字 是不是就找到你要的 有沒有發現 你訂閱 你可以訂很多 但是重點是你會不會用啊 不然這些資訊過去就過去了嘛 對吧 當然我也強調一下 各位這裡 我們就看上面這邊 這個有全部文章 有沒有他這裡有超過1000以上 以前我記得應該在中正 有同學跟我講說 我很在意這個數字 因為有1000篇以上沒有閱讀 我還是跟你講資訊洪流 你就不要看這個數字了 反正沒看過的 就讓他過去 你有時間看了再看 不要有那個強迫症 那一定要變成0 那個沒有意義 有變成你的資訊 你自己的資料 那是最重要的 不然太多了 我們拿那麼多時間 每天都看 對不對 好 所以有沒有發現這樣好用很多 我要找資料 是不是快很多 當然管理的部分也有 那我們馬上來告訴各位這個在哪裡 你可以到這邊 這個網站叫IMO Reader 雖然如你所看到的 剛剛他只有簡體的中文介面 但是我想應該還看得懂 所以你在這邊呢 你可以去建立一個免費的帳號就可以了 要再重新再新增一個帳號 不用啊 在那邊建一個 在這邊 對啊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 跟你的Google啦 或者是Facebook做結合 結合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方式 那如果你不要 你就是自己建這個 然後呢 就要去收信啊 確認信啊 這個問題剛好要請教你 因為他這樣 假如我跟Google連結的話 我的帳號當然是Google的帳號 對不對 可是我的密碼 是另外一個密碼 還是要跟Google一樣的密碼 不用不用 因為由Google那邊授權 所以如果你有登入Google 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 他就可以用 對對對 所以他這邊不會有額外另外一個密碼 所以說帳號密碼兩邊是都一樣 對不對 只有一個帳號密碼就對了 對 應該是這樣講 假設你要用Google 就是在這邊 我現在沒有登入嘛 這邊我沒有登入 就要先登入Google Google 表示Google認證過之後 他就可以用 這樣子 所以就不用再帳號 對 如果你是獨立 我還是Gmail新疆 可是我不想要跟他整合在一起 那你就是用這樣登入就好了 就另外一個帳號嗎 對對對 不用嗎 你可以用像我可以用這個 了解嗎 我就可以用一樣是我的Gmail信箱 可是呢 我個別登入 個別登入 這樣清楚 INV的他是來管理網頁還是管理你看過的文章 不是 對 我們現在就要來講了 RSS哪裡來 對不對 你看為什麼我剛剛給你看的會那麼多 平常各位齁 來 我們不是有那麼多嗎 對不對 我們來找一個東西好不好 在這邊 你可以Google一下 什麼叫RSS RSS 其實這個不是新技術喔 這不是新技術 只是說 他利用一個通訊協定 也不能賺通訊協定 就是他也是一個網頁 但是呢 他不是給你看的 是給這個閱讀器看的 來你看 我們查了這個 如果你不知道 我先看圖片 RSS有什麼圖 就是你平常看到這種 請問有沒有看過 很多網站上都有喔 尤其是像部落格啊 事實上那個IMO3的 他現在也可以讀什麼 Google加 還有Facebook也可以 不過那一段是屬於付費的 付費的 就是讓我們加進去 等於我們要訂閱的意思一樣 對 來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你如果到我的部落格 到這邊 你進去之後呢 有的會這個圖比較大 有的沒有 但是都沒有關係 你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他在 在上來一點 來這裡 有沒有一個訂閱的功能 有看到了齁 大部分會有這兩個 就是你是要訂閱 訂閱的留言 比如說人家有針對這一篇文章 做一些回應啊 有沒有 通常我都是訂閱文章啦 訂閱文章 那你看喔 他有下來 你可以選 有沒有看你要哪一種 那其實 我大部分就是直接用這個 他有很多種選擇啦 那不管用哪一個 你可以點進去看 然後你就會後悔 因為不是給你看的 怎麼樣 你點了之後應該就打退堂鼓了吧 對 對啊 誰叫你來看 因為 不是啦 因為 這個東西 是要給閱讀器看的 給他看 他就知道幫你怎麼幫你整理好啊 你用人來看多累啊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當然有的 有的他會連到一些類似閱讀器的那個頁面 那你看我只要來這邊 你就告訴他 我要 在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左上角一個叫搜尋跟訂閱嗎 現在這個就要用 在這邊你看我把它點進來 點一下 你就把網址貼進來 你把那個網址貼上之後他會判斷齁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按一下 有 有沒有 我Ctrl加V了嘛 有沒有一個 從這裡訂閱 增加訂閱員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那因為我自己有訂閱啦 自己要訂閱一下自己的 順便保留 哈哈 這樣我的部落格我就順便訂 那給各位看一下這裡有一個 像 我們現在有一個網站也是蠻著名的 叫做科技局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這個 他上面有很多就是比較屬於 科技類的資訊啊 科技報局 有沒有 這個 他也算是那個創新服務裡面的 你看他有沒有很多這類的 那他也有提供訂閱的功能 我們往下走 像天下也有 如果你喜歡天下的那個內容的話 來 往下 往下 有的時候天下是要先買的 對對對 有些是他是屬於付費的 好 如果你不確定 有些網站 你可能不見得有找到那個 RS標籤對不對 你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就好 因為他如果有 你到那邊的時候也會看到 他會自動幫你判斷 我們剛剛不是貼上網址嗎 對不對 他也會幫你判斷 當然有些網站是沒有啦 有些網站沒有 那沒有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不要複製那個網址 對對對 你只要複製他這個網址就好了 最好是哪一個 就是網站的首頁這樣子 就網站首頁 你不要用那個 單一篇內容 對對對 這樣有時候可能 訂閱的就只有訂閱那一篇內容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嗎 了解齁 所以這樣會不會整理了 真的齁 自己的知識庫要自己打造 才會屬於你自己的 這樣OK 來我先還給你 所以其實你可以關注一下 關注一下某些網站啊 甚至像學校的有的也有 有的也有提供 也有提供這樣的功能 還有一般像比如說像 Wallplace類似這種部落格式的 喔 通常都會有 因為這個機制其實也蠻久的 只是 用的我發現他用的不是那麼多啦 不是那麼多 但是他是一個很好收集資訊的方法 所以他這種叫做主動推播 也就是說你今天 利用這個Reader RSSReader 雖然 你沒到那個網站 可是呢 你打開這個Reader的時候 他會自動幫你檢查 有哪些網站有更新 他就會幫你把文章排在裡面 這樣 大家應該就了解那個意思了 好